为了庆祝黄埔建校百年 今年今天陆军官校校友会在凯道集结 虽然现场下起了大雨 但是黄埔校友仍坚持踢正步进场 展现出黄埔精神 我们交给记者君渝 大雨中黄埔校友踢正步进场 展现黄埔精神 所有荣民退军团体 都以欢欣喜悦的心情 来迎接黄埔百周年者光辉的日子 而黄埔校友们今天集结上凯道 以传统正步起步的方式 通过阅兵台 向中华民国国旗国父孙中山 先校长蒋中正同向 至上最崇高敬意 同时也透过校友社团的表演活动 宣导全民国防的重要为母校庆声 同时台上更呼吁政府 必须以国家安全为先 百姓福祉为面 绝对不能将国家推向战争 以上现场对应情况 把镜头交给棚内 好 不过更新一下 稍早也传出了现场有意外消息 疑似就是因为大雨的关系 而导致了舞台上方的帆布积水 不堪重量之后 帆布整个倒下 砸到底下的表演者 现场变得一片混乱 主办单位赶紧将主舞台封闭 并将人员从阅兵台撤离 也紧急通知了救护车到场 将这些伤者送以急救 好 受到了封面影响 今天是全台游雨 尤其西半部地区大雨 才即将开始 前气象局长郑明点 就在脸书PO出了一张图 表示强对流连结成了带状 正往南部接竞争 那底下也有网友留言说 高雄现在正在暴雨ING 在这边也要提醒西半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出门一定要带伞 而且行车也要留意安全 主条的午餐